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市繁荣 广场宽阔 商品多样的享用 自由售卖一款服装 制作一碗小吃 玩耍一个玩具 去宽阔的广场摆摊 很多人 从小你们就在菜市场探索自己的兴趣 很多人在童年就迷上了街边的小吃 迷上了一串串糖葫芦 迷上了一碗碗豆腐脑 人与人之间的壁垒被打破 你们只凭相同的路边摊就能结交千万个值得撸串的朋友 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 去摆摊的权利 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摊位 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 但是时代更有幸 遇见这样的你们 我看着你们的小吃 嘴角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向你们的摆摊态度致敬 你们正在把一屋的变成街边的 把传统的变成流行的 把好吃的变成大众的 把批发的变成零售的 你们把自己的摊位变成了一个 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 向你们的自信致敬 弱小的人才不喜欢去吃路边摊 内心强大的人 从来都是身穿背心 脚踩拖鞋 左手啤酒 右手考创 向你们的洒脱致敬 宫湖交错 杯杯尽 门前食食口水流 更宽阔的广场 融得下更多元的地摊 有天我终于发现 不只是我们在教你们如何摆摊 你们也在启发我们 怎样去更好的摆摊 那些抱怨摆摊一代不如一代的人们 应该看着你们 就像我一样 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 因为你们这个夜市会更加繁华 因为一个广场最好的风景 就是这个广场的爸爸舞 配上美味的臭豆腐 因为你们这世上的商品 所摆出的摊位就不再只是小吃 服装玩具 而是互联网 电子游戏 手办 是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 不用摆成我们想象中的摊位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力 不足以想象你们的摊位 如果你们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 那么 摆摊吧 后浪 我们在同一条宽阔的街道 Transform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 下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